每个人都想在人生旅途中一帆风栓,比如钱财不缺,家庭和睦,健康长寿等等。 但是很少有人能事事如意,很多人都相信命运的存在,人们也常说我运气好不好,某人很有福气等等。 那么人生中的福运究竟从何而来,人的命运又能不能改变呢? 老人们爱讲记得损得,这话非常对,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充满智慧,融华富贵不是争来的,是记得来的,也有多少得,就有多少福,无得不得,吃得放尽。 01,我曾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报道,讲的是一个香港亿万富豪的生平,说他没去香港之前,十几岁时在乡间做了好几年的乞丐,也许这段经历使他成为了一个很有善心,同情心的人。 他说,做人千万不要落井下石,等社会上,自己周围的人,走到不幸或不公时,要抱着善心,同情心,兼自己的能力去帮助。 就算无能为力也要说几日安慰的话,不能笑话,更不能用恶毒的话伤害人家,因为那样会给自己带来恶运,就因为有此善心,所以他才能从打苦工,开小店铺,一直做到了地产大亨,活了九十多岁,几个子女也很孝顺,很善良。 零二宋朝明想犯仲淹,出身青海,年轻时很穷,他决心将来若能出人头地,定要借记贫苦者,后来当了宰相,便把俸禄拿出来购买一钱,分给贫穷无钱币的人耕作,还给他们提供办事,付,凡是有婚葬下去的,还拿钱补贴他们,就这样他用一人的收入,养活了三百多家乡亲。 有一次在苏州买了一处住宅,一位风水先生夸奖此物风水极好,后代必出大关,范仲淹却立刻把这个宅子捐了出来,改做学堂,因为他想,让苏州成百姓的子孙,都能出人头地。 比起一家独自享福,情不更好,俗话说,富不过三代,但凡是家族却兴旺了八百年,范仲淹四个儿子都得才兼备,当了宰相和大官,范家的后代一直到民国初年都不衰,其秘诀就在于范家子孙不忘先天下之幽而幽,后天下之乐而乐,和其得行善的祖训。 雷芬周义上说,第三只家必有余庆,意思是说行善的人家就一定会有好事等着呢。 可见人生的福运是怎么来的,福运是修来的,只有记得行善才能改变命运,如果我们想为自己和家人开创美好的将来,那就做一个为别人主想,有善心的人吧。 中国古代的传说,每年过小年的这一天,造神要上天,而除夕这天是造神从天上回来的日子,因此民间都要记造神,造神上天所要做的,是向天地报告这户人家的善恶功果。 若是极得行善的人家,上天将会令其渐渐地兴隆,若是作恶的人家,上天将会使其渐渐地衰败。 明美于造,何谓也,从这一张剧上可以看出,在春秋时期,民间就有了讨好造神的风俗。 但是对于王孙甲的所问,孔子给予了品质的回答,子曰,不然,获罪于天,无所导也。 零四,我曾读老子,读到天道无情,长与善人时,师分的心悦成福,上天并没有偏袒的心,只是爱护真心行善的人。 行善之人,必将得到上天的赐予。 所谓自天幼之,极无不利,所以博家提唱因果报应之说,不知因果的人,内心常空空荡荡,以为作恶不得货,作善不得福。 因此缘故,善不欲为,恶则时而为之,知道因果报应的人,内心常充实,能够渐进的科技断恶及勤力修善。 即善的人,来生后世将会得到福报,而作恶的人,来世将会得到赞予。 除此之外,行善之人的福德及作恶之人的货予,也会波及到他们各自的子孙后代。 正如周一中所说,即善之家,必有余庆,即不善之家,必有余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